大家好,我是Sammy 英镑这两个星期真是大时代 自英国政府公布了《迷理财政预算案》后 英镑对港元上星期一最低跌至8.15 到星期三英伦银行出唾市买国债 今个星期一英国政府又再让步 撤销早前提出的取消最高45%的税街 我今早看英镑对港元已经反弹上去8.8-8.9 已经重返了《迷理预算案》公布之前的水平 现在很多人就问 是不是最坏时刻已经过了? 反弹来到这些位,应该是减持英镑换回美元 还是应该趁还狠狗算之下换多些英镑呢? 今天又来跟大家跟进一下英镑的走势 开始前做一个免责声明 影片内容是市场综合资讯和个人观点分享 并不涉及任何投资建议 投资可升可跌 大家入市前就移行两风险 另外也请大家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Samsang Channel是我的个人频道 会讲一些没什么时间性的理财资讯和生活话题 至于想紧贴财经资讯的话 就要订阅《理财KOL》YouTube频道 我会每逢星期六或日更新大家的最新视频 今次英镑反弹的若隐 就是英伦银行出手买国债托市 以及英国政府态度软化取消了最大争议性的撤销45%税街建议 打凭这两个举动 是否轻易扭转了现在英国的经济状况 I don't think so 因为英国仍然处于一个结构性的困局 英伦银行买债只是暂时吃粒止痛药 还未解决问题的根源 先讲英伦银行为何出手 就是有传因为公布减税方案之后 英国国债急跌 30年期的债息就升到超过5厘 是一个很夸张的水平 据问星期三招就没有投资者肯接货 如果英伦银行不出手接货的话 债息会free for 这样 就会出现一个危机 就是英国养老金有很多都投资了在这些长期债券 如果债价跌得这么急 原来养老金有机会填保证金 如果养老金爆煲 这个真是金融大炸弹 就有机会出现小型雷曼事件 所以是逼着英伦银行去救市 但我们要看看英伦银行做了什么 它会买入英国长期债券 开始有人说是无上限的买 其实不对 是有上限的 每日最多50亿英镑 就维持13天这么久 换言之最多是用650亿英镑来买债 其实英伦银行都不想出手托市 否则星期一都不会只发表声明 只不过去到星期三 真的逼于无奈才出手 而且上个月议息说了10月要开始缩表 这个减持800亿英镑债券的计划 不是取消了 只是延迟到10月31日 如果你不暂停的话 你这边买债那边有沽 那就很思觉失调 玩什么 所以英国30年期国债息率 在英伦银行出手买债之后 急急回落到3.8至3.9厘附近 但现在没有再进一步回落 而事实上来到这些水位 已经都是迷你财政预算案公布之前的水位 即是英伦银行买债这个消息 来到这一刻都已经消化了 不要忘记 买债只是维持13天 月底又开始缩表减债 缩表的话 债息都会升回 还有英伦银行未来会继续加息 换言之 10月底 英国又要开始面对高通胀 激进加息这些老问题 到时又要面对债息急升的风险 风暴还未完全过去 至于财商关浩庭 星期一宣布不再撤销45%的富人税街 这个举动被视为政府让步 所以英镑星期一就进一步反弹 但只是单单撤销这一项的减税政策 是不是这么大力度可以扭转英镑的颓势呢? 其实这个举动不是帮到很多 我看这段BBC的报道 里面提到 撤销了45%的富人税街 政府收入只是多大约20亿英镑左右 而之前关浩庭提出的迷你财政预算案 这么多项政策加上 会令政府少收450亿英镑 所以这20亿英镑相对450亿来说 杯水车身其实真的做不到什么 最重要的是凍结了能源收费之后 开支才是惊人的 财商也说要大幅举债 这正正是英镑急跌的症结所在 现在英国的情况就好像患了癌症病人 高通胀和财赤就是癌细胞 现在是要做些事情去杀死癌细胞才对 但是现在癌细胞病人出现痛了 卓慧斯政府的做法是 病人那麼痛,我先給他媽咖啡止痛 止完痛就為他吃補品,讓他養好身體 用自身免疫力打低癌症 但原來這些補品有機會助長癌細胞變大 令情況進一步惡化 究竟是你的免疫力強一點還是癌細胞會強一點? 卓慧斯對自身免疫力的方案很有信心 即是覺得英國經濟在他的方案之下可以有增長 所以他覺得可以戰升癌症 但其他投資者很多都不相信 覺得癌細胞最終都會殺死病人 而事實上,英倫銀行現在再發債籌籌錢 才可以應付到提出凍結能源方案的開支 以及減稅令收入減少帶來的影響 不過英倫銀行不斷加息、減持國債 去殺死高通脹這隻癌細胞 但卓慧斯政府這頭就搞出了大頭髮 逼著英倫銀行暫停縮表之外 還要買債,明顯是在賭米 而他提出的減稅方案 都是跟英倫銀行在做的事是互相衝突的 其中有一間機構Resolution Foundation認為 英國政府要削減470億英鎊的社會福利、基建項目和部門的開支 才可以穩定公共財政 而這個規模是相當於2010年英國推行的財政緊縮方案的 當然英國還有很多變數 這個星期卓慧斯政府已經讓步取消了撤銷婦人稅的建議 未來會不會再取消更多? 甚至乎整個mini budget會不會推到再來一個新的預算? 又或者又是很大爭議的 之前說不徵收能源企業的暴利稅 會不會又徵收用暴利稅這筆錢支付凍結能源價格的開支? 如果他夠膽這樣做的話 英鎊應該有機會繼續反彈 但如果他這樣做 卓慧斯政府就顏面無存 因為他當初想任時承諾的東西好像沒有一樣兌現到 邊商人民對於這個政府便會越來越不信任 所以他來到這一刻是處於一個兩難的情況 目前來說 英鎊上星期跌到接近1985年的歷史低位 很明顯出現了一個技術反彈 這個星期還重上下降軌 但上個月低位大約1.14美元這個位 應該是一個挺強的阻力 除非真的有進一步的好消息出來 例如美匯指數突然急回落 又或者剛才所說 卓慧斯那邊夠膽向能源企業徵收暴利稅 或者還有可能繼續彈到下降通道頂部 大約1.18至1.19美元這些位置 即是大約9.29.3港幣這些位置 否則的話 其實反彈到1.14應該都有機會行人止步 因為這個是英鎊的短期反彈走勢 如果大家想逃生的話 手上握著一手英鎊 想撐一些反彈的位置轉回美元的話 大家可以留意上述那些位置 至於長線來說 我個人覺得 真的有機會再次向下落 即是穿1.1這些位置都有機會 因為就算卓慧斯 願意進一步撤銷減稅方案 又或者他和能源企業徵部理稅 是初步解決了財赤擴大問題 但經濟衰退這個死結仍然狠毒 還有一個大問題就是 北愛爾蘭和蘇格蘭的脫嬰問題未解決 好像最近卓慧斯政府公佈的減稅方案 蘇格蘭已經說明不會跟進 他們會繼續維持46%的最高稅街 可以看到蘇格蘭執政黨都不批現任政府的事情 今次這個迷你財政預算案 英國政府已經開始彈出彈入地改政策 如果你是北愛政府和蘇格蘭政府 我還怎麼相信你? 未來2023年兩邊真的會再有機會提出脫嬰的動議 如果真的脫得成的話 我想英鎊對美金真的會有機會一算不報 想知道多些蘇格蘭和北愛脫嬰的分析 其實可以看這條片 如果真的失手一算的話 英鎊最差會跌到多少呢? 9月底我和Ben Sir開Live的時候 已經有分析過英鎊原果再穿一算的話 最差會跌到多少 現在一起重溫吧 8年圖先看 英鎊對美金由低位到低位 平均就是8年 你將這些月份加起來 除了有6個週期 1、2、3、4、5、6、6、8、48年 半個世紀了 7.94年 還有8個月 好了 先說一件事 我一直跟大家說 1985年2月1.0345 這就是列根做第一任總統 限強力議員政策 英鎊由2.4跌到這裏 這就是英鎊的歷史低位 我預期是2024年左右才到的 怎料今年的9月已經做了 所以方向呢 大家都知道 我一直都叫做看淡的 但是這個速度 這一剎那真的想不到 卓慧斯說減稅 所以就馬上穿了下來 好了 那現在還有什麼位置 現在1.0345 Trading View 我出片用的系統 它是1.0530 所以我出片的時候 就提醒大家 大家如果有留意 如果你看這個平台 1.053幾 如果我自己出片 我用的數據就是1.0345 星期一低位1.0349 相差4點而已 所以就算到了 OK 那現在看看它穿不穿 那如果看這裡 由這個80年代高位 拉一條線連接這個高位 那就是變了左力線 在2003年左右升穿 後來成為下跌的支持 如果現在再碰到這條線 並且時間去到2024年 未必是9月 但是就這樣 拉平均線 即是 那個interval中間的差距 拿一個平均值 95個月的話 那就是9月 但是如果你用周線圖來拉 可能就是3月 但也離不開是2024年 這條綠色線就是0.8 我給大家看看 四連圖 就多了一條線 就是這個通道 OK 如果 如果 不是碰到這條線 0.8度之級 那再恐怖一點也不行 那事關 大家都看到我 一直看日線圖的通道 1.08 OK 我跟大家說 穿1.14 2000年 2020年3月 沒有廢的低位 1.14 那穿了的話 短期可能急跌 那我預期急跌到 1.08 1.07 OK 我怎會預期落到1.03 49 那所以如果0.8都穿的話 那我會看 另外一個什麼參考 就是把上面這個下降 阻力線 拉一條平衡線連接 這個99年的低位 那它可以在 2024年的時候 下降到0.6 的 四經磅可以下降到0.8 以至0.6 不是下個月 我是在看2024 但是你心裡 可能會有一種 這樣的感覺 Ben Sir 你又說 2024年 莫一算 現在都到了 你0.8 行不行 所以我加個保險 在0.6 那這個世界要怎麼轉呢 不是你跟我說的好事 但是我做一些準備 來去預備 那些事情發生 這個只是理論的跌幅 那怎麼都要看回實際情況 如果英國真的搞得到通脹 衰退情況又好過預期 而且現任政府又搞得到蘇格蘭和北愛兩邊 令到他們不脫英 那英鎊才有一線生機 但是現在這一刻 我想連卓偉斯都不敢寫包單 他可以做到剛才的事情 所以坊間仍然有大量的分析預期 說英鎊對美金是有機會下去一算 那到不到呢 大家拭目以待 今天的分析就到這裡了 如果覺得我這條影片有用的 記得LIKE、SHARE和留言支持 還有訂閱我的Youtube、Facebook、IG和Patreon 下次見 拜拜 阿貴 得這麼快 Em來 有些表示